随着航空和旅游业开始复苏 各家航空业者都在紧锣密鼓的聘请员工 交通部高级政务部长徐芳达表示 航空业员工人数预计在年底恢复到疫情前的九成 超过20家航空业者在新达城会展中心 举办为期两天的大型职业展 参加的公司包括新加坡航空公司 新乡集团以及劳斯莱斯等 求职者可以现场参加面试并当场被录取 也是指总副秘书长的交通部高级政务部长徐芳达 致辞时指出 政府同业者和工会一起合作 帮助航空领域度过了疫情低潮 接下来也将放眼这个领域的长期发展 我们正在压制我们的职业 不仅是在帮助工作人员 在疫情中离开了疫情 我们也在掌握进行业务业务 新的学生 也在职业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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这也会变成了充滞性的业务 在充滞性和技术 张仪机场集团表示 打算聘请6600名员工 以接待更多机场旅客 新乡集团则说 疫情前的员工人数为1万1000人 截至今年4月底 已经恢复到了约9000人 此外集团也在疫情期间 培训4000名员工 让他们提升技能或掌握新技能 并重新部署到不同岗位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